干这最累的活 吃这最好的饭 中国潜艇兵特殊在哪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兵种 他们的宿舍是海警王 每天睡觉前有人暖被窝 火食是全军最高标准 鲍鱼龙虾随便而造 一天能吃五顿饭 平常练习的武器都是全球顶尖 只有五常级别的大国才配拥有 如果那天祖国沦陷了 它就是最后的星星之火 这就是神秘又硬核的潜艇兵 以前都说空军吃得最好 可他们的火食比不过潜艇兵 去年五月份 网上流传出了一对军队食堂的视频 鲍鱼海参大龙虾 最素的菜都是芹菜炒虾营 海鲜吃腻了 饭后还有蛋挞 甜品 水果 这就是中国自助餐的最高境界了吧 有人问他们 为什么不吃米饭面条 因为真修已经把肚子沾满了 中国解放军的火食 经过24次修改 主要分为四类 第一集 每人每天是11块钱 也就是一类扫 对应的就是普通战士与军官 和边防岛屿的士兵的火食标准 二类扫与一类扫差不多 每天13块钱 主要是坦克和自行火炮分队 航空兵机务大队 驻高原地区部队的战士在使用 三类扫彻底和前面拉开标准 一天23块钱 主要适用于水面潜艇人员 和飞行学校学院 四类扫就是最高标准 每天39块钱 潜艇人员与空军飞行员 才能享受得到 这俩虽然都是四类扫 但是潜艇兵吃的 确实比空军好上不少 大家伙都是四类扫 凭啥你就那么突出呢 中国最神秘硬核的病种 日常训练不小心就是尸骨存 干着比特种兵还累的活 吃着比空军还要好的办 潜艇兵到底有多难 想做一个潜艇兵 必须要有一副好牙口 这牙不是让你来啃螃蟹的 而是关键时刻救命力气 前几年央视公布一段 潜艇兵日常训练的画面 没有华丽的死灶 没有特异的山顶 就让我们看得热泪盈眶啊 战士们穿上厚重的训练服 把自己变成了绿头鱼 嘴里咬着一截黄色水管 穿戴好之后打开拔门 通过管道钻进一百米的海下 战士与潜艇之间的联系 只能通过敲击管道的 他们需要学习这种暗语 很快一段急速的敲击盛响解 班长迅速打开盖子 拉回小伙伴 要是动作慢一点啊 很可能就没命了 战士脱下训练服 面部完全充血 看着就很痛苦 这样的生死一线 就是他们的训练之上 除了需要好牙口 成为一名合格的潜艇兵 必须要通过文化测试 心理测试和养过敏实验 前两天我们都知道 养过敏实验 那还是第一回听说 简单来说呢 就是看看肺部 对吸入高浓度氧气是否过敏 检测体外的空气压力差 能否通过耳膜调节 保持平衡 确保身体能承受来自海水的压力 潜艇虽然在海下 但内部温度可以达到四五十度 空气浑浊 热气上涌 感觉呼吸都困难 他们是没有能换机的地方 一个潜艇至少需要六十人 但床铺永远比人少 他们实行三更置 没有固定床位 一张床三个人轮流睡 床铺非常狭小逼色 如果还挨着动力舱 那噪音将会超过一百分倍 相当于装修时电钻工作的声音 睡眠不好的人 迟早要被逼疯 这些硬性条件 我们自己能克服 可常年潜伏在不见天日的海下 会模糊人对时间的感知 还会带来无尽的孤独感 想要成为潜艇兵 必须学会忍受孤独 能克服密闭环境造成的心理影响 他们一年出一次海 一次需要一年 在潜艇里面 肯定是啥简单之啥 复杂的食物根本做不了 绿叶菜也要省着点吃 他们的果实确实很好 但也只是体验圈 辛辛苦苦一年在外面 回来的时候 让崔石般大妈心疼坏了 啥好东西 都要让战士们尝尝 最好三天碰时间的那种 鲍鱼龙虾只是一时的 土豆萝卜 那才是常态